Hello,大家好,我是莫兰 今天想请朋友们看看我种的辣椒 分享一下辣椒高产 非常重要的三个关键点 和辣椒采收之后一定要做的事 这颗辣椒结了很多果实 把枝条都压弯了 你看看这还有花 还在继续开花 还在继续长出来的小辣椒 我来给它加固一下 把垂下来的枝条绑到铁丝圈上 说实在的 种的时候也没想到能接这么多小辣椒 就随便找了这么一个铁丝圈 简单的固定了一下 明年再种的时候 得找一个又粗又壮的架子 给辣椒打架子 要想辣椒高产 最重要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准确施肥 施足底肥就非常非常重要 在这种容器里种植辣椒的话 比在地里种,要相对来说 难度比较大一些 不过也还好 配置土壤的时候 我使用的是一半堆肥土 和一半盆栽土 还加了一些鸡粪 当然还有鸡蛋壳 我喜欢使用鸡蛋壳 我经常会在盆栽土壤里面 添加鸡蛋壳粉 看到辣椒开花的时候 我就给辣椒追肥 放上一些鸡粪 又追加了零含量高的有机肥 虾壳肥之类的就很好 等到做滚之后 我就经常用草木灰进出叶 做叶面肥来喷洒叶面 再配合一些 含磷钾元素比较多的有机复合肥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正确浇水 辣椒最初生长在中南美洲热带地区 辣椒对水分要求严格 它既不耐汗也不耐烙 喜欢比较干爽的空气条件 辣椒苗移栽之后 我个人认为 吨苗还是很重要的 这样可以让根系长得更壮 我们知道辣椒是浅根系植物 浇水的时候最好是用小水 咱们给它浇透 但不能积水 我常听惠中菜的长辈说 汗花烙果 说的就是一旦开始结果 就需要充分的水分了 所以这颗辣椒到了果实澎大期 我就浇了更多的水 一直保持土壤湿润 第三个要点就是 即时采摘 这一点几乎适用于所有的植物 我现在就摘 把所有变红的辣椒摘下来 摘的时候 把这个辣椒瓣一起摘下来 我把这些小辣椒放碗里 一碗放十个 这样容易熟 摘完以后咱们看看多少个 这些成熟的小辣椒如果不采摘的话 挂在上面会继续长 不是长个头 而是长种子 辣椒里面 种子成熟的过程 需要消耗大量营养元素 我现在还不需要留种子 这些辣椒成熟了 不采摘 就是白白浪费营养了 所以要及时采摘 我把这些成熟的辣椒摘下来 辣椒体内的营养元素 就可以充分利用了 就可以开更多的花 花更多了 果实就会更多 营养充足了 这些绿的小辣椒 就可以更快的成熟 这些很小的小辣椒 就可以更快的长大 这样就可以收获更多小辣椒 摘过辣椒之后 给它撒一些草木灰 补充甲元素 浇透水 这样辣椒还能长出来很多 种辣椒的这个容器 也是越大越好 因为容器越大 就能容纳更多 富含营养的土壤 容器足够大 就可以含有更多水分 如果干燥 或者没有及时浇水 即便是表层土壤干燥了 里面还是会足够湿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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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摘这些吧 这上面还有好多红的 绿的更多 过两天再摘 小碗不够了 就这么数吧 一碗 一碗 两碗 三碗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这就是一百八十个 再数这儿 十个 二十个 这些是一百八十个 这些是一百零五个 加起来就是二百八十五个 五 十四 六 十五 十七